台湾有许多好吃的 那么餐饮业的竞争也特别的激烈 现在有showgirls也跳下来开烧烤店 那么很多人到店里面以为来到了展场 但是有了粉丝的加持业绩不错 每个人可以充到三到五万 但是它能够维持多久呢 专家就提出了观察的角度 说这个showgirls开店虽然很有卖点 但是东西好吃更重要 哈喽大家好 我是米娅 这是我刚才烤好的鸡腿肉串 大家可以除了来店里面尝尝我们的食物之外 也可以来看看我们哦 娇滴滴的亲自上菜 穿着女普旗袍装性感指数爆表 她是showgirlsmiya 不过现在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正是烧烤店老板娘 还没想看她们长什么样子 应该很漂亮吧 我真的是showgirl吗 真的是showgirl 真的长得好看吗 欢迎大家在美丽寂寞的夜晚 跟我们大家一起 南小榜 南小榜 火牛 哥哥身材火辣 一字排开最小的才24岁 认识了十年为了一元开店梦想 五个showgirl几次三百万 从挑店面盯装潢 统统一手包办 今年三月开幕 吸引了大批粉丝捧场 每天业绩都有三到五万 我们来送菜的时候呢 就看到她从那个袖子里面 拿出一台相机 然后就这样偷拍 本身还在夜店铸唱 累积不少粉丝 从零开始学烧烤 最怕顾客对自己的串烧手艺 持保留态度 其实你们出了很多菜 吃了很多菜呢 都是我做的 吃不出来了吧 连主厨都是五人的粉丝 博开在台北市东区烧烤 一级战区 对于业绩能不能靠粉丝 带起热潮 咪啊还是皮皮剉 其实还是会 因为我们选的这个地方 其实前后左右都是烧烤店 东区烧烤大战 业者各出奇招 比创意比美味 现在还聊了去 美色也要比一比 如何维持热度 转换业绩 还有一条漫漫长路 准备新闻我们将为李佩萱台北市网报道